今天给各位分享的 在做这个补充 就是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 是锁定的心血管跟脑血管 其实它是切一划动前生的 要解析心脑血管疾病 前面有个关键 必须解析脾胃肝胆 脾胃肝胆的问题解决了 然后脾胃为厚贴子板 然后肝残血 肝残血 所有的营养物质 要和肝脏来合成 血液品质不良 其实是脾胃肝胆的功能 不良在先 血液品质不良在后 所以我们为什么推动 清胃肠颈肝胆在先 后来化解血液品质在后 是有个顺序 所以脾胃肝胆一定调理在先 然后再来清理血管在后 清理血管又有个顺序 我们现在这个血管组装硬化 血管内壁的斑块 那要怎么清 我们都知道我们吃腊豆七枚种种的 腊豆七枚可以抑制血栓来形成 只是繁殖里中风 但是血管内壁的这些沉淀物 血管的轴转硬化 血管的内壁增生 血管动脉里面的斑块 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所以今天为什么会用肠丝蛋白酶来把它疏通呢 刚才已经讲过了 肠丝蛋白酶能够把肠丝 肠宝宝能够把肠吐出来的酵素都可以把肠丝融入到冻 那么研究人员科学发现说 其实能够融肠丝 是不是也可以来把动脉里面的斑块能来溶解 那么答案是确定的 现在它还有一个要领 它只对肚性的石器活性的蛋白酶产生分解作用 你看我们都知道血管也是蛋白酶 血球也是蛋白酶 最多对活性的蛋白不发生任何的负面的作用 这个通过在美国大量的临床和实验 这个都是确定的 在美国这样的东西其实用了20多年 在欧洲也就是要用 只是我们东方人现在还是很少用 我们用的是单身 穿漆 这些是中药材也有用 但是要把血管内壁的斑块溶掉 假实在化还真是个难题 那今天何其有幸 我们知道在自然疗法里面 在西方人家已经用了 那当然该用的人就会用 不懂的人还是不用 那么之前下一次跟大家来分享 再说一遍 胃肠肝打药请你再掀 然后呢皮股调理的很好 皮股会好铁脂肪 肝阻输血调档 肝的熟悉通顺造血系统才得到了一个鲜结的 一个优良的状态 再来把已经沉跌在动脉里面 就慢慢溶掉 再加上一些黑白木耳的活血话音 在这个里面 灵姿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总而言之是一个立体的做法 还不是靠一个做法 最后强调一下 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些朋友有好处 饮食要节肢 所以基本的生活条件 要出炒淡饭 尽量少吃 多吃蔬菜水果 这些都是先进的条件 要运动 那么把体重做一个合理的控制下来 这样的话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我刚刚听了说这个蚕丝 蚕丝煤 那这个东西在天然的时候是怎么样来的呢 我们怎么能把蚕宝宝吃掉肚子里去吧 这样子 因为现阶段呢就说 我们科技是发泄自然善用自然 所以不是讲生物科技 是维生物科技啊 你看今天的很多东西都不是用维生物的科技吗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物的科技 我们是发现了肠里肚子里面有这样的维生物 我们把这些维生物把它分离出来以后 加上什么呢 在目前美国的药产 他们可以做这个创造一样的这样的条件 提供它这样的条件 维生物买二十分钟乘以后 买二十分钟乘以后 也就是说当一起调节很好的时候 这种东西量产它不是问题 它不是要去一只一只的产去抓 那要抓多少层 把肠肚子里的维生物分离出来下来培养 用人工的培养 它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些蛋白卖 是这个意思 OK 了解了解 好 谢谢核社长帮们的解说 谢谢核社长帮们的解说